回來第三節的升旗易得道 大家仍然是 我會不厭其煩的提大家的Kick 廣告 還有按LIKE 這一節 Dilbert會多些發揮 因為他準備了跳出國際 又去到這個 關西 日本 機場那件事 日本今年好像真的是 多災多難 首先 很多網民貼出四個字 天佑日本 其實這個字 其實不是很恰當 因為今年天沒有到日本 如果有的話不會發生那麼多天災 那豈不是祝福日本 只能夠祝福他 天絕對 中了法令功那句 天滅日本 不是天佑日本 日本本身就是一個 相當之不穩定的地方 以天災的角度來講 本身是一個板塊邊 所以日本人當時要搞那麼多事情 又說要侵略別人 因為他覺得這個地方是危險的地方 尤其是 吸收了中國人的壞事 叫君子不想危場之下 他覺得我們全都是君子來的大和民眾 站在這裡那麼危險 有火山 有地震 有海嘯 甚麼都有 日本的火山真的很多 而且活火山都很少 不是火山爆 地震真的很多 火山就算不用爆 他經常都在噴東西出來的 例如說你去幾個出名的火山 亞蘇火山 英島火山 一直在噴 一直在噴 英島火山爆了幾次 爆了很大的 現在北海道有一個新的火山 叫做超和新山 是最近爆出來的 最近爆出來的 對呀 突然爆了新的火山出來的 現在的洞口還有東西爆出來的 所以我們 那次的參觀景點有去到 不止的 還有在日本 的面積是大了的 試過有個地方 也是舊的 不是不是不是 是在下面一邊噴出來 就變成了一個島 大了地方 這些地方好啊 所以日本樓買不起 土地經常有新增供應 真的有新增供應 他真的有新增供應 真的很厲害 只有日本有 只有日本有 不是 那時候 超人 你記不記得有一套超人 就是說他 會生那些東西出來的 突然間在地下 山到周圍也是 對嘛 你講一套 鹹蛋超人 不是呀 超人就是這樣說到西片 我不記得詳細內容 他那些好像是岩石 突然間在水底會生很多出來的 我們說回正題 日本 就受到這個 幾十年來最強的颱風 叫燕子 是呀 颱風又會打到日本的 是呀 每樣都齊 天災人 日本就很少會打到那麼 那麼厲害的風 那麼厲害 因為少 你講一下情況 現在嚴重到 浸了關西機場 但是很厲害 幾天就能開回了 關西機場是不是在大阪 其實是人工島來的 在大阪 那邊對出一點 通常如果在關西機場 那些人就多數就 坐車入大阪 或者 去神戶都近的 神戶啊 那些 譬如說你如果去京都的 你都會去那個 下機的 因為我上次去大阪 就是京明古屋去的 那差很遠 那個是一個人工島來的 所以那個地方來說是 就是這一次一吹 就發覺它那麼低的地方 就浸了 沒辦法了 機都起不了 接著有人會關心香港難 因為香港的赤立國 都是人工島來的 那會不會發生同樣的事呢 有人害怕 現在已經有人開始害怕 就是一個 前天文台的台長 林超英 他已經開始害怕了 當然要夾到 所有東西夾到 條件適合了 那你才會這麼大件事的 好像上次澳門 天甲 就是撞政 應該是初二 初二 就是潮漿 那些水又去不及 大家都記得 凡是初一十五 月亮就是 跟太陽和地球成一直線的時候 那個潮 那個引力是最強的 所以水位高了很多 通常那個叫大潮 初一十五就是大潮 如果下大雨的話 水又去不及 就叫水浸了 再加上潮水 真的是大件事 通常都是打孕齊 現在日本 他在災難應變方面 其實也做得很好 全世界來說 日本是一個 應付天災 我想是數一數二的國家 因為他本身經驗夠 他經常面對天災 尤其是 救援隊 全世界的救援隊 全世界的地震 都是日本救援隊 因為他們本身 這方面的經驗很豐富 面對這個 水浸 是不是 會有這方面的優勢呢 是不是 水浸就兩體了 水浸就兩體了 因為你也知道有個國家 經常水浸 那個就沒有辦法 北面不浸就南面浸 南面不浸就東面浸 無論如何都會在這地方浸 但是同時 有些地方是乾旱的 這個國家大家都知道 我們都不用說明是枯枝欲出 但是 有人就會說 一個地方的下水道 就是這個城市的良心 或者國家的良心 日本的浸成這樣 是不是因為他沒有良心呢 但是 那麼快就退了 那已經是很有良心了 那個人工 海水湧上去 零計 其實不是真的等於濕了 很多大阪那些市內 水浸得很厲害 不過你說得對 水是很快退的 不會說水浸浸了 其實大陸 潮傘地區 都是大水的 都是浸得很厲害 而且是 一直都不退水 潮傘 廣東地區也是 近這兩個星期 雨水很厲害 大家都知道 經常下雨 上個星期 好像整個星期都下雨 紅雨也有很多次 紅雨也有很多次 之前沒有那麼多次 其實我們又想 講一宗 上個星期傳出來的 就是 中國領事館 駐日本 住在日本 是不是 住在日本 因為他們就說 派出巴士 接載中國 派出了15架巴士 載了750人 厲害了 一部巴士坐50人 厲害了我的國 然後 就說 在這個 機場裏面 有被受困的台灣人 他們就問台灣人能不能上車 這個網絡船營 最主要是不是要講一講 為什麼關西機場會有人被困呢 就是跟那個 設計有關 這是一個島 其實是 橋出了事 人們 過不去大阪 其實所有的事 就發生在那條橋 如果你沒有 這條橋 只要離開了 那個範圍 其實就沒事了 交通是完全正常的 問題就是 後來講出來 根本就沒有車派進去 因為這條橋有事嘛 所以這宗新聞為什麼是假的呢 因為根本就是任何車都過不去 只有他自己有一個後備的 通道 只有一條這樣的通道 進了那些車 大家看新聞都知道 有一隻郵輪 撞了那條橋 那條橋 那條是運油的船 運油船 被水沖了 那條橋 撞了一片 撞了一片 剛才你所說的一件事 其實他的通道 是可以讓他進去疏散 那這15個車會不會 透過這個通道進去呢 不可能 因為當日 已經說了 關西機場已經說了 就是說 當時是根本沒有車進去 只有他們自己的車 進去疏散 那他們就是 總之大家就排隊 就疏散 總之就是 所有人都跟大隊 包括日本人自己在內 是 都是要跟 根據 因為其實說為什麼 殺不了 最重要的理由就是 第一 就封在外面 走不了出去 沒有了 第二 沒有飛機起飛 那你沒有飛機起飛 那些人就自然要走 你不都在等運動嗎 所以這樣才會 弄到這樣的樣子 那這次 這個大阪 是不是大阪 即是出線 就好像 不是 說起大阪 好像是北海道 還是大阪市 大阪市 超級市場 就統一 賣100日 即是把所有產品 當然可能 沒有理由你洋酒就賣100日 很多東西就很便宜 就沒有價格 而日本人就乖乖地排隊 去賣東西 沒有瘋狂搶購 這個就令到全世界都很羨慕 每次日本出事就令到全世界很羨慕 就是講他們的秩序 這次不是 這次 有一群人 就很興奮 就說我們國家 很厲害 可以 率先救了自己的人出來 離開機場 他們的說法就是這樣的 剛才那單新聞 還沒完 那單新聞 最重要的就是 他先傳出來 拍了一條片 就說說 有了旅遊巴 等等 載一些人走 然後他就說 現在載你去哪裏 哪裏 我們新大阪站 大阪站 看起來 好像在機場出來 那樣 但實際上他根本是進不了機場 他在哪裏 在哪裏呢 原來 他離開了橋後 那個位置 他預約了十幾個巴士 當時其實都是有 原本是走開的那些巴士 他預約了那些巴士 然後貼了一個 大使館 牌上去 他在外面就救人 其實是車的人走 他不是在外面 車的人走 我知道 但那裏本身交通供應 抓不抓的呢 那裏根本沒有問題 那裏根本 條條沒有封 那裏是交通 完全正常的地方 即是他在 完全沒有問題的地方 成功救人 沒錯 其實不是救人 他只是提供一個免費 接駁巴士 是的 接駁你出去 新大阪和大阪站 但是如果基本上 其他人只要付錢 就能出去 是不是 是 你只要搭到巴士 你只要付錢 就能搭到巴士 或者你走去搭JR 而且當時是沒有問題的 當時的交通 沒有問題 外面的交通是沒有問題的 有問題的地方 只是離開機場 那他只是誇大了他的公職 他也有做到 只是提供了免費 其實沒有給他幫助到的 那他幫助不到他進去 他後面的問題就來了 先是說得很偉大 然後被人踢爆 沒有人可以進去的 即是他只是 誇大救人的果實 然後 然後就改口供 天公幾號 我又想起天公幾號 不是天公幾號 這個其實 其實是抗日 因為現在 你知不知道 那些什麼大節 早上 在中央台 都是播一套 每天 早上播三集 由星期一 到星期日 每天都是播三集 是說 不斷輪流循復的抗日劇 套套都播 即是抗日神劇 現在已經沒有那麼誇張 沒有手撕鬼子 用針線 那些叫做什麼 先學神真 沒有了 現在是回歸正路 那些日本人也聰明 都不是白癡 即是Rambo 做一陣子 都沒有 現在全部正路 以前的日本人 每個都是白癡 那正常很多 我已經 很容易 即是 他們每個站在那 都被你亂槍掃射 現在沒有了 即是站在那裡任你掃的 現在正路很多 但是每天都做三集 這個像什麼 就像這件事 首先 就說派15個巴士進去 然後人家說你假的 然後他說不是 我們做什麼呢 我們指導這個大阪 指導這個關西機場那方面 就叫他們搜集了一些中國人 即是廣中文的人 出來先 然後給我們 就讓他們首先離開 這樣 真是 好厲害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戰狼來的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你只要用常理想一想 沒有可能被你打戰 沒錯 個個都要排隊 日本自己這陣子怎麼辦 為什麼不是日本人優先 Japan first 是不是 我懷疑他做過什麼呢 他只是做了一件事 宣傳 其實共產黨最厲害就是宣傳 這個當然 明明不是他 他都說是他 他可能做了一件事 就是要求你 機場那裏 幫手 舉中文的牌 就讓一些不懂得看中文的人看 我覺得最多是做了這件事 但問題呢 他就把這件事 說到 我們 他們說得很誇張的 開始就說 他說那些人 最初看到 當那些人打了蛇餅 我們可以優先走得 你害了我的國 差不多是說到這樣的 結果後來 其實就不是的 一層一層踢爆 現在說到最後 他們只派出免費接駁巴士 接載的人 就等於 好像那些 黃光巴 不過不收錢 是不是 差不多啦 其實他做了的 就是這件事 跟雷亭救兵 放下一個旅遊巴 把原本其他人救出來的 再用旅遊巴接走 是一樣的 差不多了 根本 因為 在當時 後來 微博 雷亭救兵接駁巴士 沒錯 那些人 那些人 寫到 奧馬哈海泰沒有份打 在後面 有旅遊巴接駁 結果那些微博 那些有什麼聲音 他說 又說有什麼巴士 鷹都沒見過 打電話去這個 領事館 沒有人聽的 還有 他繼續說下去 他說 我們坐的巴士 根本就跟著大隊排 我們旁邊那些不是全部中國人來的 有日本人 韓國人 什麼人都有的 我只是坐 我只是坐當局的巴士出來的 很正常的 我認為 現在這群年輕人都是不了解國情 因為 他們一出生 他們有 錯誤的東西 去教他們 不斷接觸假的資訊 包括現在每天早上三個小時的三集的抗日的劇集 因為 就以這個共產黨 其實拿不出 第三樣的出來說 他們最厲害的 平營關大節 台宜莊 台宜莊不關他的事 台宜莊是國軍打的 百分之一百 第二 就是彭德懷的百團大戰 但是彭德懷的百團大戰 就被人 被老毛批鬥 就說他暴露這個共產黨的事 就是不敢說的 不能說的 本來是不能說的 就是不能說的 不能說 但是我跟大家說什麼 叫做這個 叫做什麼 好像說過很多次 平營關大戰 我一定要不厭其犯說過一次 你說多一次 平營關大戰 本身就是太原匯戰其中一個小戰役 這個 當年的戰神 林彪 是用一百倍日軍的軍力 就瀑溝人家 還要打那些是後備 那些是不是火頭軍來的 那些 那些後備 其實 你說得對 除了煮飯的 就是押運了那些食物 盤頭 還有那些彈子的虎仙 火車司機 UFO司機 火頭軍 如果我們以前就叫火頭軍 那些是運輸隊來的 戰鬥力是很弱的 但是 據說 他們打死的中國人 就多過中國人打死日本人 因為平營關大戰 據說是200多個日軍 陣亡被他們打死了 但是 他們本身也是只有幾百人 也是死了一半 但是 面對於你一百倍的 林彪的軍力 所以你用一百倍的人去撥人家 也被日本人殺了不少人 好像損失 千多人 你想想 一個日本人打你幾個 你還要 這樣之下 才被他吹到大門 之後 還有什麼戰役呢 共產黨可以說出來 沒有 所以 現在這次日本這個 我覺得 如果你懂得歷史 你就知道 當然是這樣的 他 甚至乎告訴你 他只是叫巴士進去 或者叫巴士進去 他已經作出所有中國人 被他救回來了 救回中國了 不止 其實 這件事就要說回頭了 台灣 被他老點了 謝長廷被人 被人罵了 被人罵了 至於怎麼被人罵了呢 下一節回來再說 發生了